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那我还是把这一次背景呢 我们放在了和平战中的这个专业的网站上 那我们注意到战中的网站上非常直接 他把8964的内容呢 放在上面 25年前呢 在北京城不是靠网络传递消息 当时北京城靠的是大概300多辆骑摩托车的 8964之后 摩托车在北京消失了 所有有摩托车的人都成为了当时被抓捕的对象 因为当时的北京城军队围住进入了三环二环的时候 是靠摩托车在二环路上去转悠 解放军到哪了 然后告诉学生 解放军到哪了 然后告诉学生 是这样的方式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今天不是了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转播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像就是 在战中的网站当中我们看到现场的图像 我曾经跟大家强调过 我说真正梁振英背后的势力 是非常希望透过梁振英把整个香港缴犯 对在他们的眼睛里 香港越乱越好 而来的这些香港警察呢 我们看到了到晚上都戴上面具 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他是谁 而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呢 有一些便衣 什么兜里头装着爆化机 装着小刀 装着一些可以有着暴力行为的东西 那被人们抓出来这是便衣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在游行的队伍当中 在警察的队伍当中 十有八九 就有广东的警察 十有八九 这是中共一贯采取的方式 就像八九六四真相 到底是哪些军人开了枪 而又是哪些军人当了替死鬼呢 那不是一拨人 那是两拨人 而他们之间彼此不知道 那些军人也被当时的邓小平耍了 算了 玩了 今天的警察也被今天的梁振英的政权玩了 算了 耍了 而梁振英呢 很可能他的背后听的是中共上层的人 而中共上层的人当利用这个机构 以爱国主义的方式 这种宗旨去动用 启动他整个体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场面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警察当中呢 你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当地的警察 哪些是广州警察 哪些是攀语的 哪些是深圳 甚至武警 我觉得是有这个成分的 除非游行的朋友能够有机会照到他的警号 因为在这个场面上 中共能够想出的最损的招就是这么个招 而这个招会激化矛盾 我们看到了很多警察出手非常狠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跟大家更新一下推特上的内容 推特是这一次战争当中 在海外地区我们看到的最快的一个方式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推特上 分享自己的看法和现场的照片 那么现在看这张照片 是应该在香港本地的夜里11点的照片 它讲有几万人 有报道说说有6万人 有人说有8万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本身呢 守护香港拒绝沉沦 而站在条服前面的是军警 他改穿黄色的衣服 改穿这个马靴 看起来像军警 跟头两天的警察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过 这些军警把脸都盖住 你不知道他是谁 对吧 那谁知道 香港政府当中一定有人知道 都是香港警察吗 不得不提出这个疑问 当时邓小平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北京传了 八大军区都有军队进去 什么意思 八大军区的军人都沾染了 在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写 你都杀过人 谁也别想把自己当成圣洁者 去说什么 你们都杀过人 你们都为我杀人 你们都为你们自己杀过人 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 那这张照片 朋友们传到推特上呢 他讲大概在十点半左右 拍摄的在香港的不同地方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江河 他拿出来的 他认为呢 在当晚上 也就是在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在香港还有六万多人 在这个金钟 在中环一带 而让人们比较推崇的是这个女孩 那这个女孩呢 很单纯很简单 打出了一个横幅 打倒共产党 那其实在头一天的学生的 当时抗议当中呢 有一个女孩 她应该是战中的支持者了 她把头都剔了 她的背后呢 是整个都是香港的军警 就她一个人含着泪 那很多人在找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是什么人 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这个被人们称为是圣洁了 是怎么怎么样 是那么来表现了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的在夜里 香港夜里11点多时的现场的照片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在海外比较知名的学者 何晴莲女士 她在推特上讲 她认为呢 搞不好香港会发生 像天安门广场一样的事情 那她也认为 就算警力不够 在深圳的驻港部队 换上港警的服装 直接从黄 直接从黄港口岸出关 不到半个小时 就可以到知情地点 他们的训练 本就不是野战军 而是武警式的 所以中共当局的灵活举动 举世无双 对共产党了解的人 经历过25年前 八九六四学潮的 当时的八九六四的 惨案这件事情的人 所有人都会想到 共产党一定会用这招的 掺杀的 它是永远的 它不是对我们掺杀的 它是对所有的人都掺杀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面临的真正的 什么叫魔鬼的概念 很多朋友一直 我个人认为 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能透彻地理解到 这种魔鬼在现实 人的生活当中 真实的体现 原自古老的文明 纯善纯美 纯正高超 精深智慧 神传文明 这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 神韵 那针对这件事情来讲 国际媒体上都纷纷 正赶上周末 其实很多媒体都放假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一些大的媒体 依然针对这件事情呢 发表了自己的报道 BBC 摘显了一些媒体的内容 它说 国际媒体纷纷报道 香港战争行动的启动 那国内媒体 完全被封杀了 但是在这个新浪网上 搜索的消息呢 依然是香港 华尔街日报讲 香港民主派 把占领中环 改为占领了 特区政府广场 那六万人 学生和民主人士 星期六晚上 自动到那里守候 那报道中提到 警方曾向试图 跨过特区政府的 门前的铁栏的示威者 喷胡椒乌 并且拘捕了数十人 他大概抓了六十多人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讲说 香港战争行动的组织者 把这个称为叫民主盛宴 那提前到周日举行 所以因为是周末嘛 所以媒体都 作为短新闻来报道的 那我相信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相关的评论 就是完全都拿出来 因为这件事情 就掀开了 香港历史的新的一页 永远不会回头了 不可能回头了 梁振英 自己知道自己生了死了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忘死了干 把香港完全挑起来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概念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说 每一个人唤醒自己佛性的一面 这不是在香港输赢的概念 你不要把香港战中 说赢了是输了 不所谓 要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你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 这个过程是个觉醒的过程 认清魔鬼的过程 你的着眼点不在人上 着眼点在人性上 在道义上 在尊严上 在人内心中的佛性的一面 认清魔鬼的一面 纽约时报讲说 除了报道 战中行动提前开始的细节之外 也特别注意到 对于战中行动的宣布 香港政府看来一时不知所措 很简单 香港警察原来的部署 是对待学生罢课 而战中是等着后面才战中的 那包括反战中的人 战了天马剑 战了天马剑广场 说要举行什么十一庆祝活动 所以这里会出现反战中的人 反战中的人 里面参有的特务就会更多 他一定用暴力的方式去激化矛盾 搞不好他用打砸抢的方式 来要求这个香港警察 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我早期节目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中共最上层一定有人希望 坦克车进入香港中环 他一定把香港脚翻了 来求得他自身的解脱 现在就在寻找借口 寻找说法 所以这是我相信 需要作为香港人来讲 香港学生来讲 既坚守自己的人性的一面 同时要能认清中共邪恶的 这是要注意的 所以但是他把香港脚翻了是什么意思呢 打击今天主政的人 往死了倒 因为那个时候世界所有的舆论 必将谴责今天的中国政府 所以这是这是我跟大家说过 2012年当时温家宝义狠心 用了20分钟踹死薄熙来的时候 共产党死定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